大家好,我是Wild Wildy 現在又到換蜜狂人的時間 我今天要講一下安祖蓮娜的Eternals 安祖蓮娜真正法我不需要解釋 當然了,在她最早出道的電影 她叫做Gia 在她最早出道的電影 得到大家的注視已經是1998年 我所知叫Gia那部電影 電影裡面飾演一個70年代尾的模特兒 因為那時候她的樣子標誌 珠唇也成為一個Traymark 加上嬌人的身材 之後呢,她當然去到另一個時期的高峰 我覺得就是Tomb Raider 即是盜墓者羅拉的時候 因為跟電玩的設定 電影公司也需要找一個有身段的人 Angelina Jolie明顯是榜上有名 當然了,你看到故事內容 其實是一般的,很難的 但是女神的形象 深入了不同的雜男的心目中 去到玩具裡 我沒有買過任何Angelina Angelina的玩具 有的話呢 其實還是要去到Hot Toy Magnificent裡面的女巫 但是說真的 Magnificent的女巫造型 一來就... 不是太安祖莉娜的感覺 還有一點點老態 有點可惜 加上Hot Toy又貴之下 我絕對沒有入手到Hot Toy 那個Magnificent的女巫造型 去到今天 Eternals 還有三天左右 還有幾天才上畫 都不知道是否好看 但是之前說過 就是Marvel Legend 3D Print的頭雕技術 是非常出眾 你會看到其實 它的象徵程度是不得了的 非常不得了 好象徵 不僅是樣子 身段也是複製了出來 即是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不能不得了 OK 紀念一下一個儀式的女神 你會看到其實 武器也多 樣子也相似 身材差不多 相同 後面也有如常的簡介 好象徵 到永恆族的安祖連牙開箱 之前說過 Marvel Legend的頭雕 是不能輸的 因為有3D Print的技術 往往甚至是 我相信 老外 因為有 近水流台之利 Marvel Studio 他們應該有最新的3D Print 我給了鞋子布 沒有給日本BANDAI SHF 肥水不入別人 所以 他們 Marvel Legend的頭雕 我覺得是勝於HF 其實日本人 都出日本東西 外國人都出外國人的東西 就沒問題了 海撒的物歸海撒 即是上帝的物歸上帝 雖然SHF 色彩漂亮很多 但價錢也貴很多 如果對比頭雕的象徵度 和性價比 那Marvel也不能輸 之前說過 我這麼喜歡 其中一代女神 康祖連牙的豬唇 完全是 表達出來 嬌人的上位 仍然是 表達出來 還有很多優點 起碼有一對替換手 就是沒有拿武器 和拿武器的手 武器有四個 都是配件豐富的 唯一可惜就是 沒有可換頭雕 那你沒理由 打架裡邊 你還是微微笑的 即是覺得有一個 咬牙切齒 或者叫喊頭 就是 這支斑 但是很可惜 沒有 雖然她的頭髮 是 以前的設計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不能轉頭 但這次的頭髮是軟膠 所以是可以轉頭 但以前的硬膠 就不能轉頭 這次的軟膠 其實是OK的 我吹不上 就好去改良 就不像以前的鞋子寶 初期 MARCO 長頭髮就不能轉頭 這次是不能轉頭 而且她是有分件的 所以 那個動作都很仔細 有時候做些誇張一點的動作 這個裙子是可以升起的 放低 如果沒有頭錶 沒有雙頭錶 是一個敗筆 就覺得膝蓋 這個位置不漂亮 如果她做回 手掌 這個 類似波裝 那樣的位置 漂亮很多 就不像T字 這樣 即是不美觀 很可惜 在這個位置可惜一點 但可動是不能輸 因為是雙關節 可動是不能輸 就算 手掌 不是雙關節 但她的設計 都可以咬得都不錯 OK 都過了九十度 過了九十度 我是喜歡女神 那套戲可不可以看 我不知道 但我都怕 因為套戲好看的話 到時要再買FIGURES 就難了 因為其他角色 我都不懂 對我來說 我當然是入安祖蓮娜 對吧 那武器裡面 硬照裡面 也有玩到的 我自己覺得 看回描述 可以把宇宙的能量 變成武器 有點像 DC的Green Lantern 你心所想的東西 就可以是 承認的 那 不錯 不錯 二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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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兩刀流 二刀流 二刀流 咬後 又可以咬到很厚 不錯 衝下腰 也不錯 那 正常 因為它的 大腿是 球狀 4 所以 大字馬 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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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早年 Eternals Vegas 就說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以上影片請like share 和subscribe 多謝各位 拜拜